臣拜见国主 叔父有何要事 快卸奏来 此乃书国皇帝派人送来的亲笔书信 叔父自行看便罢了 臣看过了 宋国要打蜀国 蜀国想和江南联手抗击 这个梦长还好意思给朕写什么信 难道他忘了当初是怎么对我们江南的 陛下 如果看着宋国去打蜀 臣不能不担心 万一我们江南也会重蹈覆辙呢 宋军 真会灭我们江南 臣今年常派戏作去宋国打探 所带回来的消息都能证实 赵邝印志在一通天下呀 启奏陛下 徐炫徐承旨求见 扔他进来 是 臣徐炫拜见国主 说 这是臣的侄女 蜀国的花蕊夫人写给臣的书信 请国主预览 爱情的家书朕怎能看哪 是这样 宋国可能要去打蜀国 臣在蜀国的家兄和蜀国皇帝的爱妃 臣的侄女徐蕊 都要臣劝说我家国主与蜀国联手抗宋 那么爱情 你意下如何呀 臣以为江南绝不能因蜀国而获罪于大宋 仍应与宋国通好 好 来 请 徐承旨所言不无道理 但是淳王指寒 够了 大宋皇帝圣度汪洋 梦常昏庸无能 朕岂能和他同留 来 看来啊 今夜只能在这儿留宿了 那可不一定啊 怎么 难道父亲还有别的村落吗 有可能让你睡在去扬州的马车上 此话何意啊 我们不是去北汉国 朗朗 我们有多少军队 主军共有十四万军队 不予北线六万 东线三万 十四万人 东线 北线 九万 李重军 臣在 所派之人十分得理 为主的全属军防图 立下了面属第一大功案 此乃臣之本分 由于时间太短 该图仅能大致标出 还有很多缺失和不准确之处 这已经很难得了 陛下 臣以为 蜀国距离我大宋汴京距离甚远 可不极易攻打 而江南国的形势也已探明 与我只隔疆相望 又有强臣 杜柱 薛梁相助 应先行攻打 李大人缩浅细作 绘制了蜀国军防图 连各地驻军多少都已探得 比江南情况更加明确 可先于对蜀国出兵 吕参事 本相正在沉奏呢 是啊 吕参事 赵宰相正在沉奏 此乃秦政殿 并非正是堂 陛下召见我等 我等自当畅所欲言 还是先攻蜀国 是 大人 有人自称赵雁涛 在外求见 赵雁涛 快请 是 叫人赵雁涛拜见楚之府 果然是雁涛老弟呀 快快快 请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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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还是二十五年去成都之前 与楚之府告别 此后就再没有相见 楚之府还能记得在下 真是兴神 兴神啊 你我本是同乡 是当兄弟相称 来 请坐 好 来啊 上场 请 燕他老弟一直在蜀国 是的 一向可好 小弟在成都 破惊周折 前几年到了宰相府 也只是做个小小的兵部检政 就在一个多月前 李浩黎在想 命我去汴京打探消息 小弟不敢不从命啊 到了之后 方知仁兄落位高升 至恨难得一见哪 回去之后只能如实地说 宋国将要攻打蜀国 蜀国皇帝大惊 命在下带路 陪同护不郎中孙玉 出使北汉国 什么 出使北汉国 此乃是蜀国皇帝 给北汉国皇帝的密信 你可知道此系内容 蜀国小和北汉国联合 前后夹击大宋 小弟深知梦唱荒影舞蹈 绝非守城之君 故此前来拜见大人 还请大人赶紧将密信 转成大宋君王 那 孙玉呢 孙玉还在城外的马车上 被绑着 让他说 此事紧急 不可耽搁 这样 我给我朝宰相赵仆写封信 然后你直接到相府 把信交给宰相赵仆 一切听从兄长安排 还望兄长赶紧派人 到成都借孝弟的家眷 这好办 这样吧 你写一封家信 我让去成都的人带着 让你家人看了 你便取得你家人的信任 多谢任兄王 愿他老弟请起请起 这个吕玉清 他还知道自己是谁吗 竟然当着官家 那么跟您在相说话 这显然是没有把您放在脸里 吕参事 为人耿直直言不讳 这正是他的长相吗 耿直 他那哪是耿直 他呀 是看出了官家 想先打蜀国 他才这么说的 吕参事这个人 为人 以耿直之相 其实啊 他虚伪得很 这人 在相 据闻 当年 他就是前朝周世宗派到 当今官家身边的暗探 这人 是 这人 是 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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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知之举啊 吕庆这个人 在相大人 怎么还能让他担任参事 该找个机会 把他外放去当地方官 那参事 兵在下大人 外面有个人 拿着楚昭府大人的书信 前来求见 叫他进来 是 那在下就告辞了 好 请 请 小人乃楚之府同乡好友赵燕涛 拜见在相 进来吧 这是楚之府 给赵宰相的书信和辣碗 陛下 这是蜀国皇帝梦场 亲自写给北汉国皇帝的密信 拿来 陛下 蜀国皇帝梦场派护布郎中孙玉为使者 并派兵部政检赵燕涛护送 侠装打扮 要经过我大宋前往北汉国 赵燕涛和楚昭府是同乡好友 赵燕涛痛恶梦场的荒阴无道 用蒙汉药将其蒙倒 此乃天义王属啊 此乃天义王属啊 朕正在发愁没有出兵的灵路 这梦场就送来了证据 陛下 既然是天义 那就先灭蜀国 赵燕涛和孙玉 你看 该如何对待 陛下 臣以为赵燕涛可以任 枢密都城旨 孙玉先软进其驿馆 待查行德行本事之后 再进行处置 准奏 陛下 还有 江南国降臣度注薛良 该如何安置 明日早朝 宣他们觐见 臣 遵旨 祝 合适 宣 weighing 合适 臣 杜注 臣舍良 拜见陛下 吾皇万岁 乃皇万岁 你们二人就是杜注雪良 元居何止 小人度注 原在江南国任御喜忠诚 孝仁薛良 原任江南国彭泽宪令 江南国主乃是仁义之君 你二人何故 备主叛国 御史台乃整肃朝纲之官署 甘息一国政治能否清明 江山能否稳定 地位非常 本朝御史忠诚刘温锁 朕准许他对宰相 属相 记相 有先不后奏之权 督住 你有幸担任御史忠诚 主持御史台 可见江南国主对你何等信任 你却弃塌而去 足见乃依小人也 日后难保不会辜负于朕 来人 在 江渡珠 绑于城南 除斩 薛良 发配卢州为人 臣上有高堂下有朽儿 请陛下饶命啊 臣死得起锁 启离吕大人 孙玉带打 请 是 见过吕大人 免礼 孙玉 何去何从可曾思虑明白 愿听大人训施 官家一直厚待于你 为了自己身家性命招降 本参使以为 你可以做两件事情 请吕参使指点迷津 这一便是将蜀国境内 山川地形 戍守处所 道路远近方位等 绘制成图 绘图之后 即可回蜀国 劝梦场来详 小人遵命 启奏陛下 孙玉回蜀国 宣 是 臣孙玉拜见陛下 快快平身 谢陛下 怎么样啊 北汉国可愿出兵啊 陛下 臣根本未能抵达北汉国 途中被赵燕涛用蒙汉药迷倒 绑复着压到了汴京 朕已得到报告 说赵燕涛家人突然全部消失 但是 朕就一直为你担心啊 赵燕涛这个逆贼 日后 朕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断 臣一直被关押着 只至前不久 宋国参知政事李渔庆 才把臣押了去 要臣回来转告陛下 宋国就要发大军三十万 前来攻打我们蜀国 李渔庆传达了宋国皇帝的话 他说 要陛下归降方的活命 并给予封赏不失富贵 且已被陛下和大臣们建好了豪宅 一派胡言 苏宣李宰下王叔下上天见价 国主 宋国使臣沈一龙带到 大宋国使臣沈一龙 叩见国主 大宋国使臣沈一龙叩见国主 平身 谢国主 国主 此侠是我大宋皇帝转成国主的 快 快拿走 国主 国主 贵国叛臣 杜筑 薛良 备恩忘物 投奔我大宋 并陷了平江南策二城 吾皇怒斥其罪 现已将杜筑斩首 将薛良发配为奴 吾皇听闻江南突发大水 特命在下 押运十万弹粮食 前来赈灾 并将前朝淮南之战的贵国俘虏 一并放还 这封信是吾皇陛下命在下 转成国主的亲笔书信 好 好啊 来人呐 在 快 快设业 为沈迹象接风 快去 是 沈迹象 近来宋国与蜀国的关系如何呀 回国主 吾皇胸怀宽阔 皇恩浩荡 早已诏令天下 以文 以仁 以德治国 吾皇本愿与蜀国结好 待他如手卒 岂不料蜀国皇帝孟场 暗自联络北汉 与南北夹击 攻击我大宋国 此举早已激怒吾皇 吾皇欲启师伐蜀 原来如此 这蜀国岂不是自去灭亡 启奏陛下 近来有蜀国诗人引导 凡蜀欲征无处弊 凉风清冷几时来 此诗一经传出 便有万众传唱 诗中凡蜀之蜀 指的便是蜀国 凉风清冷几时来之来 便是我大宋 可见蜀国官民 都盼着陛下能够替天做主 灭蜀救您 朕自当顺从天意云院 自唐末以来 这天下便是四分五裂 指万众与刀光火影之中 形同人间地狱 而我大宋历朝 君臣万不可生 偏安于北渝 指万民与不顾天之心 朕在有生之年 要同你们一起 荡平与内一统六合 高怀德 张琼 臣在 傅昭寿 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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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以高怀德为西川行营 兵马都部署 张琼 傅昭寿为副都部署 储昭府与监军 率领水军 马步大军十万 荡平数万 臣领旨 臣成昭 臣在 率水浒捷军一万 巡视长江 一方难逃 臣领旨 大军入蜀后 不得烧杀抢掠 不得扰民 围着军阀送市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杀 优优独播剧场 如今十六岁 贴责二年星月 互联苏 互联佳 陆寇 传对 孴帅龙招远 也被活着地被 Tree 公元云月 公元云月 不习 而命真月 高怀阁 正率领先宗军 执敌超多 你说话呀 你们这么都不说话 你们是哑巴了吗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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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情况 太子宽强 儿臣刚到敏州 便听说剑门天险已逝 请之所率都是一些新兵 并无战力 所以只好撤退 不过沿途 儿臣派兵焚烧了所有的房屋 桥梁 希望如此 能够阻恶宋军 既然如此 太子平身吧 谢父皇 报 报 皇陛下 宋军主将高辉德 紧随皇太子之后 兵临丞下 宋军主将高辉德 这可如何是好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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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属精锐之师 而皇太子带来的三万 那是新招募的乌合之众 如此兵力悬殊 况且我均心已失 臣可以断言 成都不报了 事已至此 臣以为别无选择 只有向宋国投降 陛下和大臣们 还可去汴京尚不失富贵 如果继续抵抗 臣所忧者 乃是宋国皇帝在一怒之下 像处置王昭远那样对付陛下 祝为爱卿 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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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真的 没有什么救国之法了吗 陛下 祈祥吧 陛下 祈祥吧 父皇 祈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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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既然如此 那就你一表 投降吧 爱妃 你都知道了 臣妾一直想不明白 这场仗准备了这么多年 竟输得这么快 为什么 帝国阿卧中 十四万哪 都是精兵强将 为什么 中国阿卧 王阿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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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阿óg 雅阿 gak 父皇创建蜀国已四十载 没想到 在 在朕的手中给葬送了 爱妃 你放心啊 就算是败了 我也会给你一样的生活 陛下此事还在想这些 我 我 算了 算了 都是寡人的错 变了 一切都变了 爱妃 你千万别难过 我啊 我还有你 你也还有我 宋公不会亏待咱们的 你不怕被伤万事的骂名吗 妈 就让他们骂呗 怎奈 朕也 也没什么好名声 朕不在乎 可是朕在乎的是你啊 不怕 朕除了对你好 还能做些什么呢 朕现在唯一做的 就能把你安排好 爱妃啊 爱妃啊 你给朕跳支舞吧 国是亡了 但是该跳还是要跳吧 陛下国真相看 寡人对你什么时候嫁过 臣妃明白了 全都明白了 你 你不想跳 陛下 陛下对臣妾如此厚爱 就算让臣妾为陛下去死 也在所不惜 何况是一曲舞 何况是一曲舞 离开心 用真誠去愛 用希望去溫暖 養不虧天 伏不虧地 讓孤獨和寂寞 深藏在心底 來時再寫一段傳奇 傳奇 用真誠去愛 用希望去溫暖 心天道 盡命意 讓孤獨和寂寞 深藏在心底 來時再寫一段傳奇 傳奇 不給你旁風啊 此乃树國皇帝的降表 王傑時高始相 在捷报中说 孟查及其大臣家眷 正被押借来京 臣等恭祝陛下 灭属大捷 赵普 臣在 善待孟查 对朕 普平各国 已以深远 此事务必精心安排 是 楚昭府在给朕的密报中说 孟查 在蜀地称王三十余载 而成都 据京师千里遥遥 以诛杀孟查及其遥蜀 以备不测 陛下 楚奸君所虑也在情理之中啊 孟查 好 雀儿 渡肠 启禀陛下高海德高劫时 派人送来了从数国皇宫中缴纳的一英宝物 这早就听说 梦场是穷奢极欲 宝藏很多 打开 这梦场也太过奢侈了 诸位请看 这梦场晚上尿尿都用这么奢华的东西 他白天吃饭用什么呀 朕瞅瞅 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 外臣李昊参见赵大隐 面礼 赵大隐 这个时候叫在下来 不知有何吩咐 官家有旨 命我安排梦场和花蕊夫人的起居 为了能够做到更为妥贴 故把你找来 向你询问他们二人的生活习惯 大隐想知道什么 请尽管问 在下知无不言 陛下 昨日下午 臣奉命出城 迎接梦场君臣 及其家眷一行人 将他们安置在了 右燕门南汴水河畔 为他们建造的房子里 梦场的家人 有前皇太子孟玄哲 等三个儿子 两个女儿 还有虽今王权宾全力阻拦 但梦场依然带着的花蕊夫人 等十余名嫔妃 以及二十多名宫女和宦官等 总共六十余口 最让微臣感到惊讶的 是那位花蕊夫人 和陛下已故圣人的身形 极其相似 即便是微臣近在咫尺 也难以辨认 朕有如此相像 半点不虚 不过 李昊私底下对臣说 说这花蕊夫人 虽然貌似陛下已故圣人 但和已故圣人相比 却是傲气逼人 冷若冰霜 令人有一种望而生畏 敬而远之之感 她两年前应召入宫 便得到梦场的专处 其他的嫔妃 从此便长夜孤登了 因而梦场的圣人一语而终 还有两名嫔妃 也闹着要离开皇宫出家 还讽骂了花蕊夫人 花蕊夫人 哭诉于梦场 梦场一怒之下 便用毒酒 毒死了那两名嫔妃 该不会出自 花蕊夫人之意 那倒纯粹是梦场之意 不过 也足见梦场 对花蕊夫人的宠爱了 梦场为花蕊夫人 修建了花园 花蕊宫 都是十分的豪华 陛下上次摔碎的那个 向着祁壳珍宝的逆气 便是梦场命人 专门为花蕊夫人打造的 李昊还告诉臣弟 说虽然这梦场 对花蕊夫人百依百顺 做了许多的事情 可是花蕊夫人 并无感激之情 还屡次拒绝 被封为后 倒是对国家大事 十分热衷 还时常对梦场加以指点 怎么他还干预起了朝政 特别是当他们听说 我大宋要攻打蜀国的时候 花蕊夫人便提出 要联合北汉国和江南国 共同抗宋 他还专门给他的叔父 江南国的汉林学士 承指徐炫 献了封信 让他的叔父 劝说江南国主李昱 同蜀国联合 如此看来 此女奸事非凡啊 幸亏陛下高瞻元主 决断先机 后代李昱 李昱才拒绝了蜀国 明日 朕召见孟长等人 圣旨到 奉天承运皇帝赵约 秦国公孟长 明日进宫进剑 钦此 请衣使大人门外稍候 我王羽想定一个说法 再行接旨 不退 沉加冬见堤 将户指 到 朕 这是什么曲子 锦上花 到了如此这般光景了 还探这样的曲子 孤王已是阶下之情 明天就要到赵匡义那里 去当面寿入去了 陛下难道不高兴吗 别弹了 夫人啊 以后你就别叫我陛下了 都到现在了 我还有什么高兴不高兴 我为何高兴 明日付宋王之邀约呀 夫人什么时候学的爱好潮手了 明日之夜 那明明就是一场成王败寇的仪式 就好比是猫弄老鼠 那赵匡义 只不过是要见他的战利品罢了 对于我来说 那是取乳去了 这样吗 不然还有一种更坏的可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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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